然後 人生就是很多感慨嘛 雖然我才21歲 幾歲 21歲搞不好 誰知道我能活到幾歲 所以就是要活的時候 要很快樂嘛 因為我也不知道我們什麼時候都會不快樂 接下來這首歌 我發現一個不變的定律還是怎麼樣 通常男生寫給女生的歌 都會來得暢銷 然後來得存暢度比較高 我覺得我自己的解讀是 男生比較知道怎麼傷女生 他們比較能寫出傷女生的歌 所以女生唱了 就會變成是女生的心聲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這個原因 男生寫給女生的情歌 通常都比較容易唱聲 接下來這首歌 也是男生寫給女生的歌 我有時候唱這首歌 但是聽這首歌都會比較浪 情緒比較澎湃 因為我去做過我是比較多的人 然後這首歌 就是它在講一些女人的感情世界啊什麼的 然後我覺得 我非常尊敬女性 對 也跟我們的民族性有關係 因為我們是母系社會 也不是這樣的原因 其實我覺得我這種女性的原因是 因為 他們為了 就是 就是 孕衣下一代嘛 對 然後這是他們本來的天性 對 然後 也不是說是應該的 因為現在可能有些人就是 比較工作比較忙啊什麼的 就比較 沒有要生孩子 所以 這個 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很 我很尊敬 然後 然後 我也覺得在 生活 我要講的 我要接下來講的 好嚴肅喔 其實我覺得生活在中國 中國傳統思想下的女人 非常辛苦 因為 他們要嫁到男生嫁 然後為他們 為男生 有些可能 比較久以前 可能16 15歲就嫁過去了 然後就要為他們奉獻出她的青春啊 然後也 也無怨無悔的就是到老這樣 所以 這首歌是問 對 然後有時候聽這首歌 我都會想很多 我就覺得 嗯 女生為了男生 男方的家 然後付出她的一生 我覺得 我們男生應該要更尊敬女生 對 然後現在 嗯 現在是一個平等的社會 好 我要帶你講個問 謝謝 誰讓你心動 誰讓你心痛 誰讓你心痛 誰會讓你擁有 想要擁有她在環球 誰又在顧你的夢 誰說你的心思她會懂 誰為你感動 如果女人總是等到夜深 誤會不出清晨 她就會對你真 是否女人永遠不要多問 她最好永遠天真 為她所愛的人 誰讓你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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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會讓你偶然想要擁有她在懷中 誰讓你 selections 誰讓你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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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女人很容易忘情深 總是為情說困 終於野心越深 若是女人 愛是她的離合 她可以奉行一生 為她說愛的人 只是女人 容易忘今生 總是為情說困 終於野心越深 只是女人 愛是她的離合 她可以奉行一生 為她說愛的人 她可以奉行一生 為她的離合 很奇怪的歌 謝謝 相對起來不太奇怪的歌 然後這首歌就是 我也不知道 她剛出版是什麼年代啊 反正就是從小聽到大 這首歌是《易難忘》 然後我查到的是 原唱是《美代》 所以不知道是誰 對 《美代》 然後這首歌 我剛講過歌名嗎 《易難忘》 《音樂》 《音樂》 藍色的街灯 明天在街頭 獨自對窗 檸檬月色 星星在閃耀 我在流淚 我在流淚 沒人知道我 是誰在長崖 遠處靜靜傳來 想念你的 想念你的 我最愛的那一首歌 白色的毛衣 已留我身邊 暴露懷裡 傳來暗霞 此心已潑水 我在流淚 我在流淚 沒人知道我 是誰在長崖 遠處靜靜傳來 想念你的 想念你的 我最愛的那一首歌 我最愛的那一首歌 因為我的回憶 該是要相同 支持天啊 為何不見 此生已潑水 我在流淚 我在流淚 沒人知道我 是誰在長崖 遠處靜靜傳來 想念你的 想念你的 我最愛的那一首歌 傻準備天啊 嘉宗 跟著覆天 當作堡靜選 來賺金 festa 哈哈哈哈